2019新北灯会圆满落幕了 今年创下了170万观赏人次再创新高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特别前往三重区公所 并带上了木瓜牛奶和炸鸡排 慰绕这段时间辛苦的工作人员 三重区公所的区长是弥漫浓浓的鸡排香 加上刚炸好的木瓜牛奶 这都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心意 希望慰绕新北灯会每天排班协助的工作人员 一个活动要办的成功 一定要有一个团队上下一心 各位不要看短短的14天 各位是承担了很多的压力跟责任 任何闪失 任何有状况 只要一个状况出现 所有的心血就化回乌勇 所以这14天 我虽然没有 常会有机会跟各位在一起 但我可以想见各位的压力跟责任所承担的 三重区长也相当以公所的同仁为荣 因为大家可以说是小兵力大功 虽然经费不算多 但还是创下了170万的观赏人次 也获得不少好评 我觉得我们是小兵力大功 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个门外汉 但是这个长官交付的任务来了之后 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结果办下来还觉得还蛮有点成就感 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充分的协调合作 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把这个任务能够达成 由于连两年的灯会都受到很好的回响 因此市长也期勉大家 明年鼠年的灯会希望能有更多的预算 也期盼在行销或规划上有更多亮点 让人数再创新高 记者邦间凯琳锦云三重采访报道